2011年4月11日,丹佛绝金主场迎战,明尼苏达森林郎,泰劳森开场连续命中,实际3分,创下NBA单场比赛连续命中3分球最高纪录。 劳森本场比赛3分11投10中,砍下37分7篮板6助攻一抢断,帮助球队大胜塞里郎。2014年的钱德勒·帕森斯与2019年的克莱·汤姆森也分别追评过这项记录。